第3章 认知理论 我们知道作为认知理论这一章的概述内容 它基本上涉及到这一章里面有关的基本的概念 那我们这一节主要是两个问题 实际上从标题里面认知理论概述我们也可以看出来 一个就是什么叫认知 第二个什么叫认知理论 所以我们也就是认知的含义 以及认知理论的一个介绍 那么认知呢 是当前心理学研究的一个中心 也是一个最主要的取向 那么我们这个心理学里面对认知的界定 概念的界定 有广义和狭义的区分 是吧 那么实际上也就是有广义的认知 也有狭义的认知 我们先看一下 什么叫广义的认知呢 指的是 个体通过感觉 知觉 表象 想象 记忆 思维 等形式 就是把握客观事物的性质和规律的认识活动 同学没看这个概念呢 其实我们细心的同学可以发现一个问题 这个里面感觉 知觉 表象 想象 记忆 思维 我们听起来很耳熟 对吧 看起来很面熟 这个就是我们 刚刚 这个认知理论 这一章的 每一节的解体 对吧 我们说 这一章有六节 除了第一节 认知理论概述之外 后面这个五节 好像就是这么 就这么写内容 所以广义的认知 当然它指的就是整个的一个认识过程 从简单到复杂 从低级到高级 对吧 从这个感性的 感知 到这个理性的 想思维 是吧 那么 通过这样一些形式 然后来把握客观事物的性质和规律 对吧 来反映对象 来认识对象 来把握对象 这就是广义的认知 跨国里面有一个认识 什么意思 是吧 我们说了一句话 讲了 广义的认知 与认识的含义 基本相同 大家可以把教材 翻到我们这个第三 第三章的 这个第一节 相关部分 在这个我们教材的第八十一页 这个广义的认知 与认识的含义 基本相同 是吧 我们没有说这句话 但是我们在报复里面给了一个认识 是这么一个意思 那么狭义的认知 什么叫狭义的认知呢 指的是个体获取信息 并进行加工储存和提取的过程 这个呢 对我们来说比较陌生了 对吧 我们好像没有看到哪个地方 说这个对信息的获取 加工储存和提取 因为呢 这个是我们这个认知理论的里面 其中一个部分 其中一个过程 记忆 我们括弧里面有个记忆 就是说狭义的认知 与记忆的含义 基本相同 基本一致 是吧 是我们这个第四节 这个记忆部分的 如果我们看到记忆的概念的话 我们就会发现 这个概念跟记忆的概念非常接近 我们个体获取信息 然后进行加工储存和提取 是吧 把我们的人脑 看作一个信息加工系统 对吧 从信息的输入到这个加工储存 然后再输出这么一个过程 这是这个狭义的认知 是吧 那么也就是说 实际上广义的认知 是包括狭义的认知的 对吧 广义的认知呢 它包括整个认识过程 指的是整个认识过程 整个对客观事物的反应过程 而这个狭义的认知呢 它指的是其中的一个反应形式 一个反应过程 这个记忆过程 那么当然这个是从不同的角度 来说这个认知这个概念 那我们这一章呢 作为张体认知理论 这个认知 它实际上指的是一个广义的认知了 对吧 因为它包括了所有的这个 不同的认知形式 认知过程 那么 但是心理学家谈到这个认知的时候 很多时候指的是这个狭义的认知 把这个认知看作是一种信息的输入 加工储存和提取使用 是吧 这是我们这个简单理解一下 大致了解一下这个认知的这个概念 内涵 那么第二个呢就涉及到啊 就是我们认知心理学 对认知活动进行研究 主要研究什么 是吧 那么简单介绍一下啊 我们主要研究这个四个方面的内容 就四个问题 首先就是认知过程的研究 是吧 实际上认知过程的研究呢 你也可以说是有广义或者狭义 广义的认知过程呢 基本上是所有的这个 从感觉到这个表象强项 到这个思维 是吧 那么狭义的认知过程 也是也就是信息的这个 啊 输入 对吧 编码储存输出 啊 我们看一下我们这个教材当中 这个81 81页 最后一段 他说了 对吧 认知过程 是个体认知活动的信息加工过程 啊 所以认知心理学 将认知过程 看成一个由信息的获得 编码 储存 提取 和使用 等一系列连续的认知操作阶段 组成的 安一定程序 进行信息加工的系统 啊 那么这个呢 他主要是从一个狭义的角度 来给这个 呃 认知过程进行界定的 啊 主要是把认知看成跟记忆比较接近的 这么一个 这个概念或者内涵来使用的 对吧 实际上是谈狭义的认知 啊 但我 呃 这个实际上广义的认知 你也可以把它看成整个的一个认识过程 啊 那么呃 接下来介绍了什么是编码 啊 这个货 什么是储存 什么是提取使用 等等 对吧 这个呢 我们就不详细说了 啊 大家感兴趣的同学呢 可以自己去啊 去看一下 对吧 关于认知过程的研究 啊 这是心理学 这个认知心理学里面 对认知的 呃 研究的第一个方面的内容 第二个方面是关于认知风格 啊 关于认知风格 对吧 那么认知风格呢 哎 哎 我们教堂当 没有给出英文啊 它实际上是这个呃 就是cognition style 对吧 我们认知的这个英文 啊 大家从这个英文里面 回去可以查下这个英文单词 对吧 体会一下啊 它的原文什么意思 然后呢 再来去体会一下 我们认知 到底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内涵 对吧 那么 哎 后面加一个style 啊 啊 那就是认知风格了 啊 那也称认知方式 是吧 根据不同的翻译 哎 我们昨天也讲了说 认知风格是个体习惯化的信息加工方式 也有称认知方式 啊 这个主要呢 就是对这个style 不同的翻译 啊 有的人翻译性风格 有的人翻译性方式 对吧 都可以的 啊 那么 哎 他竟然是一种这个个体习惯化的 啊 习惯化了 或者说个体偏爱的 个体偏后的 对吧 一种信息加工方式 哎 他说了 是在这个长期的认知活动中形成的 一种稳定的 啊 心理倾向 对吧 表现为对一定的信息加工方式的这个偏爱 哎 那这个呢 实际上跟我们的这个个性特征一样啊 哎 是每个人的不同的喜好 对吧 每个人的不同的一个习惯啊 这个呢 谈不上一个好或者不好 是吧 说不上好或者不好 啊 那么 哎 后面举了很多例子 就例如 是吧 获得信息时 有人喜欢从外部环境中寻找 亦受外部环境的影响 有人则 从认知目标本身中探某 不亦受外部环境的影响 对吧 那么当然他没有给出这个名词了 实际上 这个呢 就是讲了一对认知风格 对吧 我们如果给他一个名词的话 哎 应该是 场衣存型和场独立型 好 我们再给他补充一下啊 这个名词呢 大家不需要掌握啊 我们就来 既然没出现呢 我们就不需要掌握的话 我这样呢 写给大家 这个作为有补充内容 对吧 场衣存型和场独立型 啊 哎 场衣存型 实际上呢 就是易受外部环境的影响 啊 哎 喜欢从这个怀部 外部环境当中寻找信息 啊 那么场独立型呢 那是 哎 不受环境的影响 或者说不易受环境的影响 对吧 从认知目标本身中去探索 啊 这个场呢 哎 可能是源于什么 物理学的这个磁场啊 电场这个场 对吧 相当于这个环境的意思 对吧 哎 就场衣存 就是衣存于这个环境 场独立 就是独立于这个环境 啊 是这样一种 这个 认知风格 对吧 我们这个是一对 哎 又说了啊 说在回答问题时 有人倾向于迅速回答 有人则只有在这个 有把握时才回答 这个呢 又洗一堆啊 我们也没有给 这个就好像我们也没有通知的 我们当然也有通知的 就是沉思型和冲动型 啊 我们的顺序跟书长一样啊 书长是先说沉思型 还是说 先说冲动型的 啊 先说冲动型 然后再再说这个沉思型啊 我们先写冲动型 对吧 对吧 那么实际上的这两种呢 就是冲动型的人呢 他的速度比较快 啊 这个思考问题 对吧 思维速度啊 这个记忆速度啊 感知的速度都比较快 但是呢 可能就比较的粗糙啊 不够精确 对吧 不够准确啊 正确率呢 就没有那么高 是吧 而这个沉思型的人呢 他就比较这个 深思熟虑 对吧 就是比较慎重啊 比较这个 哎 就个这个 这个考虑的比较周到 比较仔细啊 但是呢 时间就比较长啊 就是正确率高 但是呢 可能慢啊 说慢 是吧 这个呢 是是一对啊 这也是一对啊 然后说有人重视细节啊 阅读台六时 有人重视细节 有人重视 有人则重视整体 是吧 这是第三对啊 也是我们经常研究的 这个第三对 就是这个啊 细节型 和整体型 细节型和整体型 那么关系细节型和整体型呢 有很多不同的动生 啊 有人也把它称为 呃 时间型和空间型 啊 或者这个 呃 这个 即时型和同时型 是吧 那么 呃 呃 这个呢 主要是指的啊 我们加工方式的时候 是倾向于一种 这个整体型的这个加工啊 呃 还是倾向于一部分一部分啊 一系列一系列的 对吧 一个阶段一个阶段啊 这种加工 是吧 那么 这个问题呢 是比较复杂的啊 如果展开来讲 我们可能两节课都讲不完 是吧 呃 既然我们这个教导 说的比较简单 我们也把这个 名字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啊 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 你可以找相关的这个数据来看 是吧 呃 比方说通过这个啊 镶嵌图形 对吧 可以测试这个认知风格 就是从这个简单的 这个复杂图形当中 去找出一些简单图形 对吧 呃 呃 这个呢 如果有感兴趣的话啊 我们可以在专章介绍 今天呢 我们就转转说一下啊 呃 那么大家可以谈到了 这个认知风格的这个啊 刚刚我已经说了 不同的认知风格啊 虽然这个 呃 在这个啊 我们说在学习方式啊 学科兴趣 以及对教师教学方式的 这个适应性方面有差异 对吧 但是呢 不存在绝对的好或者坏啊 只能说 呃 不同的风格 适应于不同的学科的学习 或者说 呃 当我们的这个教师 跟我们的这个教学风 教师的这个学习风格 或者教学风格 对吧 跟我们的这个认知方式啊 认知风格 呃 比较匹配 比较一致的时候呢 我们可能学得更容易一些啊 而当某一个教师 他的认知风格 跟我们学生的认知风格 对吧 跟我个体 这个学习者的认知风格啊 倡议比较大的时候 呃 我可能就学习的比较累啊 学习的比较吃力 那么当然这个东西呢 呃 学习风格呢 它也是 很少有人是 极端的 长一屯或者长独立 对吧 往往是在这个两者之间的 某一个点上 啊 所以可能我们 呃 不会完全的 对吧 呃 就是长独立性 或者长一屯性 啊 我们也会去 是具体的这个问题 啊 而定 对吧 可能有时候倾向于长一屯 有时候倾向于长独立性 啊 我们的这个人的这个适应性 或者灵活性 是很大的 对吧 这呢只是说某一种偏向 啊 好了 这是第二个方面 那么第三个方面 谈到这个认知策略 啊 说了 是个体在认知活动中 运用的这个方案 或者技巧 啊 所有为了这个提高 这个我们的认知效率 对吧 而使用的方案 或者技巧 我们都会说是一种认知策略 对吧 包括比方说我们的 如何有效保持注意 对吧 注意策略是一种认知策略 啊 如何这个有效的记忆 记忆策略 也是一种认知策略 对吧 如何这个思考问题啊 是这个 呃 什么算法式啊 启发式啊 对吧 是这个穷尽所有可能性的 还是说这个 有目标的啊 但是 呃 这样的一个 这个所谓的这个启发式 对吧 不是穷尽所有可能性 啊 可能是这个 待遇定的啊 就是这个 探索性在里面的啊 这种这个启发式 对吧 这个也是 就是思维的一种策略啊 算法式 启发式等等 对吧 思维策略也是一种认知策略啊 所以这个为了我们提高我们的这个认知的效率啊 使用的方案技巧 对吧 都是认知策略 那么 最后还谈到了啊 这个原认知的问题 对吧 呃 原认知呢 哎 它实际上是一个啊 在这个 奥格力行前面啊 我们加一个前缀啊 啊 就成了这个原认知啊 那么这个词呢 实际上也是心理不家 对吧 这个 为了这个说明这个问题 说明这个概念啊 提出来的这么一个啊 或者说造出来的这么一个词 对吧 我们把中文翻译成原认知啊 翻译的也是比较准确的 比较好的啊 那么大家看 什么叫原认知啊 对自己认知活动的认知 是吧 就叫原认知 啊 那么当然 包括这个知情意 三个方面 对吧 也就是原认知的知识 啊 原认知的体验 原认知的调节 或者监控 啊 哎 比方我们现在 正在做的就是 关于原认知的知识的学习 为什么 因为我们现在是 关于知识在学 对吧 哎 什么叫认知啊 对吧 认知有哪几个方面啊 啊 我们人类的认知策略 可以有哪些啊 对吧 实际上都是 关于认知的一些知识 啊 啊这个呢叫原认知的知识 对吧 那么 当然也有这个原认知的体验 啊 这个主要是指的 我们在 哎 这个 学习原认知识过程当中 产生的一些这个态度 对吧 一些这个情绪 啊 原认知体验 对吧 比方说我们解除一道题目来 啊 我感觉很兴奋 对吧 我现在上课啊 如果 呃 同学们这个 听得很专注 很认真 对吧 我可能这个 哎 感觉就比较好 对吧 可能会讲得更生动 啊 跟这个 有趣 对吧 这个呢都是一种体验 啊 那么当然还有一个原认知的这个监控 或者这个调节 啊 我们说要讲原认知监控 是吧 那么他主要指的是 哎 哎 确定认知目标啊 选择认知策略啊 对吧 控制认知操作呀 评价认知活动的这个结果呀 对吧 然后根据这个目标的实现情况来来调整自己的这个策略呀 等等 是吧 包括比方说 我们经常学习过程当中 我这个 题目 对吧 有没有理解 或者说我使用的方法 对吧 诶 准确不准 正确不正确 对吧 我这个方法需不需要重新去改善 改善 对吧 包括 比方说我在学习过程当中 我的速度是快了还是慢了 我需不需要这个调整一下我的速度 对吧 然后包括我现在在讲课 我会考 这个根据同学们的这个 啊 目光 对吧 反应 来判断一下 我这个讲解 同学们有没有理解 对吧 我是不是要 调整一下我的这个 讲解的这个策略 对吧 讲解的这个方法 是不是换一个例子 对吧 或者我这个 讲课速度是不是快了啊 还是慢了 对吧 快了我要 这个加快 慢了我要加快 快了我要 调慢一点 对吧 这个都是在这个 当然这个主要是 活动过程当中的一种监控 实际上这个监控呢 也表现在活动前和活动后 对吧 比方说我们 呃 在讲课之前要备课 对吧 我要想到这个 讲课过程当中 可能会出现一些 什么状况 对吧 我来这个 想一个办法 如果出现某种状况 我怎么办 对吧 这也是一个监控 结束之后 我有一个反思 对吧 我想到这个 呃 今天这个课效果怎么样 对吧 哎 同学们好像 目光很茫然 对吧 是不是我们这课 这个呃 讲解的这个不准 啊 这不清晰 对吧 备课不充分 还是说讲课过程当中 对吧 出现了一些什么 这个情况 是我事先没有预料到的 是吧 哎 这个要去反思一下 我以后怎么去改进 对吧 这也是一种监控 啊 这个活动前 活动中 活动后 都有这个 原人知的这个监控在 啊 那么刚才谈到了 原人监控是原人知的 这个最重要的性格成分 对吧 决定了我们每一个人的 啊 就是原人知的水平 啊 那么从那个 从更高的 这个更大的范围来说的话 原人知的这个能力和水平 决定了我们的这个 学习的能力和水平 啊 决定了我们或 知识获取的总数速度啊 效率啊 等等 啊 我们可以说一个人的 这个呃 学习效率的这个高低 学习成绩的这个啊 好坏 跟他的这个原人知的 这个策略和水平 对吧 关系非常之密切 啊 那么通过提高一个人的 这个原人知的这个能力和水平 对吧 可以提高他的这个 学习效率和这个 学习的这个成绩啊 那么关于这个认知的内涵 我们就说这么多了啊 接下去呢 我们谈一谈这个认知理论啊 当然认知理论呢 实际上是非常非常之多的啊 哎 我们如果把一切关于认知的研究 都把它看作是这个认知理论的话 那这个就太多了 对吧 我们这个可能话十节课也讲不完了啊 那我们说的话讲 算了这个啊 我们第三章一开头 他就说了说认知理论 主要研究人类的认识活动 对吧 哎 这个啊 说这个 成为这个当前占主导的 占主导地位的 这个心理学的这个流派 或者思潮 哎 如果你按这个观点来看的话 就是认知理论是 是这个研究人类的认识活动的 这个理论 那 我们很多的啊 尤其是我们当前的 绝大多数的这个心理人 研究都可以把它包括的 这个认知的认知理论里面来 对吧 那么这个太多 太复杂了 那我们这样实际上就是 我们教材里面啊 包括我们今天 主要就是介绍了 比较有代表性的啊 两种认知理论 是吧 就非常重要的啊 也是 这个非常非常有代表性的啊 非常典型的 两种认知理论啊 一个发生认识论 一个信息加工性理学 对吧 那么我不会 我不会把这个啊 什么发生认识论 它的这个 呃 内涵啊 它的这个 对吧 这个这个 主要的内容啊 啊 它的这个发生发展的这个情况啊 它的研究的这个 结论啊 对吧 哎 它对实践产生的这个指导啊 哎 这些方方面面都介绍给大家啊 哎 包括这信息加工性理学通常如此 对吧 这个话题也很大啊 很泛 那么我主要是希望同学们能够理解 就是 如果你用一句话来 说明啊 你跟大家 跟别人介绍说 什么叫发生认识论 啊 什么叫信息加工性理学 啊 就一句话说明就行了 是吧 哎 这个发生认识论呢 我们就好像能说 是 这个 皮二杰提出的 关于认识的起源和发展的理论 啊 其实你从这个发生认识论 这个名称上面啊 这个理论的名称上面 就可以知道 这个发生认识论 主要讲的是什么 啊 就讲了吗 讲认识的发生 对吧 就是讲人类个体啊 他认识的这个发生和发展 对吧 解释 或者说来阐释 人类个体的认识 发生发展的 这么一种学说 一种这个理论 对吧 反正他有很多 这个实验证据的 这个支持 啊 那具体内容 我们就不说了 对吧 不过实际上我们在这个前面 第二章 心理发展理论里面 啊 后面的这个 呃 这个品德发展的 这个理论里面 都会谈到这个皮二杰的一些研究 是吧 哎 这个比方人知发展的几个阶段呢 对吧 哎 人的这个 道德发展的 这个 呃 道德评价能力发展的 这个道德认识能力发展的 几个阶段啊 对吧 实际上都是 皮亚杰的这个发展认识论里面的 这个内容了啊 那么信息加工心理学啊 也是一句话就可以说明的 是吧 哎 我们说上讲了 所谓信息加工的观点 就是将人脑类比为计算机的信息加工系统 是吧 哎 所以信息加工心理学实际上就是 这样一种研究的这个 呃 方式 就通过将这个人脑类比为计算机的信息加工系统 啊 来进行 对人类的这个心理学进行研究 啊 对人类心理进行研究的这么一种 这个心理学的一种 派别啊 一种丝绸 一把一种取向 对吧 信息加工心理学 啊 然后距离那种也很多 我们说还介绍到他有个方面的特点 对吧 这个大家可以自己去看一看 啊 我们这就不多说了 是吧 那么 但我们这一张内容的组织 尤其是像我们这个记忆那一节内容的组织 其实主要是依据信息加工心理学的观点来组织的 啊 阐释的 主要是信息加工心理学的观点 对吧 因为信息加工心理学是当前心理学的一个 啊 最主要的理论取向 是吧 是当前心理学的最主要的一个内容 啊 那么 关于这个啊 第一节就是 理论概述啊 认知理论的概述呢 我们就简单介绍 对吧 什么叫认识 啊 什么叫认知 什么叫认知理论 对吧 那么 接下来我们就要看一看这个第二节了 啊 意识和注意 啊 那么这节内容呢 应该说是非常重要啊 在我们这一章当中 呃 它是一个非常关键 对吧 一个也是这个 无论是对于我们的学习来讲 还是对我们对于我们的这个 呃 对我们这门课程的学习来说 还是对于我们日常的啊 我们 我们的学习实践来讲啊 它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内容 是吧 那么大家看这个解体啊 就意识和注意啊 实际上是包含 包含两个问题的 就是意识 还有一个就是注意 是吧 那当然我们首先 来介绍一下这个意识 那么又谈意识呢 哎 就有一个跟它相关的 啊 这个无意识 啊 所以他也介绍了这个意识 与无意识 第一个问题是意识和无意识 然后第二个问题呢 再谈注意 那么什么叫意识呢 啊 哎 我记得我们在这个 第一章序论里面啊 曾经讲到 说人类心里也称意识 对吧 哎 讲到人类心里的 这个主体性里面啊 我们讲到第四个方面 哎 实际上是心里具有意识性 对吧 哎 从这个意上讲 心里也可以称作意识 对吧 当然我们也不否认 无意识心里的这个存在 但是呢 意识心里是人类心里的一个 呃 就是 这个主要表现 对吧 或者说最高级的一个表现 啊 是人类区别于动物的一个 这个表现 对吧 所以从这个意识上讲 我们把人类心里也叫做意识 啊 所以你看 什么叫意识 啊 各级所能觉察到的 心理活动的总和 啊 各级所能觉察到的 心理活动的总和 是吧 所以 其实掌握了意识这个概念呢 我们后面无意识的概念 不用接受 对吧 哎 就是相对而言的啊 所能能觉察到的 心理活动的总和 就是意识 对吧 那不能觉察到的 心理活动的总和 就是无意识 啊 和美我们看看 无意识概念是不是这么来想的 啊 这个是 关于意识 啊 那么 当然我们现在 比方我们现在就是一种意识心理 对吧 我现在在讲课 我当然能够觉察到 我在讲什么 对吧 我应该怎么讲 啊 我为什么要这么讲 我为什么要讲这个内容 是吧 那么我们同学在听课 我们当然也知道我们在干什么 啊 我为什么要这么干 对吧 我为什么要这个 这个 对吧 就我们 我们有这个意识参与 啊 我们的心理活动是有意识参与的 啊 这些都是我们所能觉察到的 对吧 所以呢 都是意识现象 啊 无意识 对吧 哎 果然 对吧 大家看 说也称潜意识 啊 就是不能为人所觉察到的 个体心理活动的总和 哎 不错啊 跟我们前面设想的 基本上差不多 是吧 哎 不能为人所觉察到的 个体心理活动的总和 对吧 那么既然不能为我们所觉察到 所以我们呢 呃 想举一个无意识的例子 可能比举一个意识的例子要难一些 对吧 但是我们还是 也也不是不可以举出来 是吧 比方说我们 呃 大家都知道啊 我们最常见的一种现象 就是这个 做梦 对吧 这个梦境 啊 这个呢 哎 当然他这个 有时候我们这个觉醒之后啊 我们还能回忆起梦境的内容 对吧 但是呢 这个不是 这个做梦 它不是在我们的意识控制之下发生的 对吧 它是一种无意识的这个活动 啊 虽然我们经常说啊 祝你这个美梦 对吧 美梦成真啊 晚安好梦 对吧 等等 但是呢 并不是说 哎 我今晚想做一个好梦 我就能做一个好梦 对吧 不能够随我们的这个目的 随我们的意识 啊 来来调整 来控制 啊 包括我们平常叫这个 呃 这个可恶啊 笔物啊 或者我们说话的时候 伴随着一些可透禅啊 对吧 一些这个无意识的这个动作呀 是吧 这个呢 都是 这个无意识现象啊 或者潜意识现象 是吧 不是我们 意识控制 是这个 不能为我们所觉察到的 一种心理活动 是吧 或者说 它适合才为我们所觉察到 对吧 当时我们是没有意识到 没有觉察到的 好 这是关于这个 意识和无意识啊 这两个概念呢 我们这个理解一下啊 那么 哎 再说一说 这个刚刚我们说到 对吧 梦是无意识的一种现象 啊 是一种无意识现象 对吧 那么既然说到梦了啊 我们简单设计一下啊 简单谈一下 这个睡眠与梦的相关的知识 对吧 哎 因为梦是在这个睡眠过程当中 发生的一种现象 啊 首先这个睡眠啊 说了这个睡眠是人所必须的 是吧 有没有谁啊 不需要睡觉 啊 我记得我小时候看这个 十万个为什么啊 说 不是十万个为什么 好像是世界这个 奇妙现象的极景啊 这样的一个书籍 是吧 上面写了一个人 二十年不需要睡觉啊 我当时看了之后 我非常的这个 羡慕是吧 为什么呢 因为我感觉自己叫比较多啊 占用了很多的时间 是吧 如果叫少一点啊 可以做其他很多的事情啊 多看一点书啊 对吧 多看一点电视啊啊 那时候我倒没想多学习一点啊 就想多看一点课外书 多看多睡 多这个这个 多看一点电视啊 呃 这个很很羡慕 这些人啊 但现在我们再反思一下啊 呃 有没有可能一个人二十年不睡觉 啊 我现在再仔细回忆一下啊 好像那上面写的是 他二十年没有上床睡觉啊 他没有在床上睡觉 对吧 那这个 你你你可以躺在沙夫上睡觉 对吧 可以躺在椅子上睡觉 可以扶在桌子上睡觉 但我想他肯定打 肯定睡觉了啊 至少他打短了 但也许没有像我们一样 整块整块的时间啊 玩一个 玩一下子 睡个七八小时 五六小时 对吧 他可能睡一小时 又去干别的事情了 然后再睡一个半小时 对吧 我们知道很多的这个 大黄人 是吧 有些这个 像一些 我们同学有些追星的 对吧 有些演员啊 明星啊 可能一天才睡几个小时 又可能这几个小时 还是被分的这个气凌暴落的 是吧 但不管怎么样 这个睡眠是人所必须的 不管你以什么形式 对吧 你是这个 一下子连睡几小时 还是一小时半小时的去睡一下 或者还是 对吧 隔几天才能睡一觉 对吧 或者我睡眠时间很短 对吧 或者我们都没有能够上床休息 我可能就在工作场所 靠在那个地方打了个短 对吧 不管怎么样 睡眠是人所必须的 好 然后谈到了这个睡眠过程的几个阶段 是吧 我们说睡眠过程可以分为五个阶段 当然这五个阶段呢 其实总体上又可以把它划分为两个阶段 是吧 来我们看一下 这个我们叫刚刚他说了 对吧 阶段一是这个开始睡眠阶段 就是昏昏日睡这个阶段 脑子不清醒了 对吧 感觉这个想问题反应不过来了 我们有时候 同学们有没有这种感觉 对吧 这个睡眠没睡好 或者想睡觉了 这个时候 这个这个或者我们入睡之前 会进入这么一个阶段 对吧 感觉自己有心无力 考虑问题 这个脑子转不动 对吧 昏昏日睡 第二个阶段 浅睡阶段 实际上进入睡眠了 对吧 但是这个时候呢 很容易惊醒 一有 这个旁边 有什么事情旁边 人一喊啊 马上就醒过来了 不像你这个后面这个阶段 深睡阶段 对吧 喊半天都喊不行的 至少有喊一下才能喊醒 对吧 这个阶段三 阶段四呢 就是这个深睡阶段了 不易叫醒了 那当然这个阶段 睡眠阶段怎么划分的 它实际上是根据这个脑电波来划分的 就是脑电波它越变 这个周期越变越慢 越变越慢 由那个 有这个清醒状态的这种快波 就频率很快的波 转变为这个频率很慢 很慢的波 对吧 前四个阶段 频率都是越慢 越变越慢 越变越慢 我们就从我们书上 这个图三纲一里面 可以看出来 对吧 就好像图三纲一 从这个阶段一到阶段四 这个周期明显变缓了 对吧 频率明显变慢 然后呢 到了阶段五 忽然 这个好像又回复到阶段一了 甚至比阶段一还要快了 对吧 类似这个觉醒状态了 这个脑电波一下子变快了 好像以为他要醒了 对吧 但实际上他没醒 他还处在深邃阶段 但是他这个是大脑活动 是吧 这是一般来说 就开始做梦了 就是这个梦境就开始出现了 当然我们说了 这个快波 这个阶段呢 我们也把它叫做 就第五个阶段 也把它叫做快波睡眠 或者叫快速眼动睡眠 因为在这个阶段 这个眼睛 对吧 有转动现象 每秒钟 差不多转动一次 是吧 那么 如果这个时候你把它推醒的话 一般来说 这个被试说了 我正在做梦 对吧 这个时候 这个一般都会说正在做梦 那么我们说了这个 快波睡眠阶段做梦 但是呢 并不代表慢波 睡眠阶段就不做梦 是吧 我们只是说 快波睡眠阶段 他一般都在做梦 但是呢 这个慢波睡眠阶段呢 也有可能也会在做梦 这是这个睡眠的这个几个阶段 那么当然了 然后呢 进入这个慢波睡眠 这快波睡眠之后呢 他又会 这个脑电波周期变慢 是吧 那么每个晚上 他会转换那么几次 从慢到快 然后再回到慢 然后再又又快 然后又回到慢 对吧 这个是我们说的这个 睡眠阶段 是吧 那么 当然也谈到了 就是我们的这个 无论是慢波睡眠 前四个阶段 把它这个 实际上我们都可以称作 慢波睡眠 对吧 然后第五个阶段 是这个快波睡眠 无论是慢波睡眠 还是快波睡眠 对人类来讲 都是非常重要的 对吧 这个我们曾经给同学们 看过这个视频的 关于这个睡眠和梦的一个视频 是吧 慢波睡眠 主要是恢复这个体力的 而这个快波睡眠 跟人的这个心理的 对吧 精神的这种平衡健康 是有关系的 对于儿童来讲 睡眠很重要 对吧 尤其是这个 儿童的这个慢波睡眠时间 比例比较比较长一些 对吧 常人的这个快波睡眠时间的比例 略长 对吧 那也就是实际上是儿童 对于儿童来讲 他主要是这个睡眠 首先有一个 促进身体生长的 这个功能 促进身体发育的功能 对吧 这个我们就简单说一下了 那么另外也谈到了 就是我们这个 教堂当中有一个这个表格 给同学们介绍了一些 轻度失眠的 自我调试的方法 我们在这个 对吧 我们大学生心理咨询的过程当中 有些同学 对吧 来咨询 他的一个烦恼 就是觉得自己失眠 是吧 我刚说了 我说了这个 绝对自己失眠 因为他对这个 不失眠的 这个定义呢 往往就是 能够躺倒就睡 对吧 然后呢 晚上吵不醒 对吧 然后呢 能够 比方说六点半醒来 就要六点半醒来 如果六点二十醒来 他就认为是 这个醒得早了 对吧 晚上如果这个 有一点声音 他醒了 他就认为他是这个 睡眠不够身 睡得浅 对吧 总来讲吧 这个睡眠质量差 首先呢 这个对自己要求比较高 但我们现在 这个最近的研究表明 实际上 一般来说 我们都认为成人 要八到九个小时的睡觉 睡眠时间 是吧 但是现在这个 最新的一个研究表明 说这个 睡七小时左右的人 是比较健康长 是不是 是吧 那么 大于这个七小时 低于七小时 对吧 可能都不是很好 七小时是最佳睡眠时间 所以实际上也就是说 如果你每天睡觉 在五小时到九小时之间 我们都可以说 是基本正常的 那你不需要说 这个有的人 一定要睡八小时左右 或者甚至九小时 对吧 才是这个睡眠质量高的 对吧 对睡眠时间可以不做 那么高的要求 对吧 另外这个入睡时间 也是因人而异的 有的人可能入睡 入睡快 有的人入睡慢 对吧 有人睡眠一些 有人睡眠潜一些 这个个人的个性特质 有些个人的气质类型 都是有关系的 是吧 后面会讲到 像这个 一般来说 像年一致的人 对吧 他就比较的这个 容易适应环境 对吧 睡眠质量会比较好一些 像这个 这个 胆子之后多血之的人 年一致和 年一致和多血之的人 一般来说 这个睡眠问题 会比较好一些 对吧 而胆子之后 和这个抑郁之的人呢 这种 神经类型 不平衡型的人 对吧 尤其是抑郁之的人 这种弱形的人 他会比较的敏感 对吧 那么他这个睡眠呢 会比较的慢一些 可能也比较 一点点声音呢 也比较容易惊醒 是吧 跟人的这个特质是有关系的 所以我们 首先不要为这个 失眠的问题过于烦恼 如果你过于烦恼的话 这个问题本来不严重 就变得严重 是吧 今天晚上睡不着 或者说某一个晚上 某几个晚上睡不着 天也不会塌下来 是吧 如果大家有这样一种观点的话 心里就很放松 一放松呢 自然而然 就入睡了 对吧 就不会这个 半个小时 一个小时 两个小时的 可能就睡不着 你越早 你可能越睡不着 对吧 所以这点 首先对一个信心很重要 或者说对睡眠 有一个正确认识很重要 是吧 那么后面谈到了一些 像规律生活 对吧 适度运动 这个 对吧 我们想这个 像规律生活 对吧 可以帮助我们建立一种 这个动力定型 是吧 这样呢 节约我们的一些 这个心理能量 这个呢 是 也是对于我们 这个提高生活质量 比较有帮助的 好了 这个呢 我们就简单说一下了 当然除了我们教堂 提出来的 这个几个方面之外 大家还可以去找一些 其他的这个 对吧 关于这个 怎么样提高睡眠质量 那些书籍来看 但是我想最重要的 就是我前面说的 对吧 对睡眠有一个正确认识 不要这个 过于紧张 对吧 一个晚上睡不着觉 就特别紧张 或者说今天晚上 这个堂上半个小时 睡不着就特别紧张 对吧 这个呢就 我们说一个问题 你认为它是问题 它就是问题 如果你认为 你不认为它是问题 它很可能就不成为问题 是吧 这是关于这个睡眠 睡眠 那么关于梦 那么当然这个 如果说我们现在这个科学 现在的这个当代的科学 对睡眠 它的过程 它的机制 是吧 都有一个比较 科学的一个认识 睡眠呢 是一个 大脑弥漫性的一种意志 对吧 因为我们觉醒状态 是一个大脑 是一个普遍的一个兴奋状态 然后大脑弥漫性的意志 就进入睡眠阶段 当然在这种弥漫性的意志 的背景之上 对吧 弥漫性意志的背景之上 有一些这个兴奋点 在游移 对吧 那么这个呢 实际上就产生了梦境 那么 关于梦 它的这个机制呢 应该说也是比较的 这个 得到好的 这个科学解释了 但是关于睡眠的这个 就做梦的这个内容 对吧 为什么做这些梦 而不做另外的梦 对吧 目前呢 并没有得到一个 统一的一个认识 那当然我们简单的说 这个梦是睡眠状态 一种心理活动 这个是不错的 对吧 这肯定是睡眠状态 发生的一种心理活动 而且是一种无意识的这个心理现象 是吧 我们后面这个讲到表象和想象的时候 也讲这个梦呢 是一种无意想象 是吧 无意想象的一种 那么关于这个做梦的这个原因 对吧 弗洛伊德有一种解释 我们的精神明星理学家弗洛伊德 是吧 他认为梦是被压抑的 潜意识愿望的象征性满足 那么 但是这个弗洛伊德的观点呢 这个 并不代表当代的这个主流心理学的 他的一个认识 是吧 那么主流心理学里面 关于梦的内容 他并没有那么准确的一个解释 对吧 但是关于做梦的这个机制 做梦的这个过程 是吧 在什么情况下面 发生一个做梦现象 接下来都是有比较科学的解释 那么比方说 我们有时候经常做噩梦 如果你说这个从噩梦和美梦的角度来讲 那经常做噩梦的同学 一般来说 他肯定有一个这个心理的动因 对吧 跟他的这个心理因素 有非常密切的关系 比方我们经常说 一个人就会压力很大 对吧 像我们同学经常做的一类典型的梦 就是做关于考试和学习的梦 对吧 我前两天 就这几天 我连续听到两位 两个人说 一个说他正在做这个 这个老师布置很多作业 老写不完 对吧 又写作业 又考大学 另一个呢 就是目前正在考试 那个题目又不会做 对吧 急得满头大汗 我连续听到两位人 上面有两位朋友这样说 对吧 这样都说明 反映了一个什么问题 反映了我们现代人 生活压力普遍比较大 大家都处在一种 类似这个有点焦虑倾向的 或者是有点轻度焦虑的 这种状态当中 是吧 所以这个人在焦虑状态下面 肯定会做一些这种 关于考试啊 关于这个 工作或者学习压力的这种梦 是吧 那么当然在心情放松的状态下面 你可能会做一些个 出去旅游啊 对吧 或者跟朋友出去野餐啊 对吧 或者认识了一个 这个女朋友男朋友啊 对吧 结识了一个这个立信啊 这样的一个美梦 但这个不是一定的 不是百分之百的 有的人这个焦虑情况下面 会做这样的梦 有的人会做那样的梦 对吧 有的人这个 心情安适平静的情况下面 活着这样的梦 有的人会做那样的梦 对吧 不是百分之百 不是一定的 这个是很复杂的一种现象 好了 那么 关于这个意识无意识啊 我们就说这么多了 那么接下去呢 我们要谈谈这个 注意的问题了 可以说这个注意呢 是我们今天这两节课内容的 最核心 最重要的部分 是吧 注意的含义 有这么四个小问题 概念 功能 对吧 种类 类型 就是 那么还有一个注意的 这个品质 这个四个问题呢 我想这个最重要的是 三四两个问题 注意的这个种类 和注意的这个品质 是吧 这两个问题呢 大家要 一定要掌握 那么前两个问题呢 是一个 我们理解 对吧 我们了解一下 是为我们掌握 后两个问题 服务的 那么就首先谈到了 注意的一个 最基本的 一个假定 或者说它的一个 公文 对吧 说的是 注意是一切心理活动的门户 是我们人类进行 各项活动的一个 基本前提 对吧 那么我们也说 这个注意呢 本身不是一种 独立的心理过程 不能直接反映 事物的属性 或者特性 但是呢 它与各体的 整个心理过程 密切联系着 是心理活动的 一种共同特征 是吧 这是对注意的一个 基本的一个 界定 一个基本的一个说明 不是一种 独立的心理过程 是吧 但是呢 与其他心理过程 有密切联系 对吧 是整个心理活动的 一种共同特征 是整个心理活动的一个门户 是吧 所以我们把它放在 我们所有的这个 认知过程的前面来讲 好 我们前面说呢 说这个认知过程 并没有注意这样一个过程 对吧 直接就是感觉知觉 表象想象 记忆思维言语 是吧 什么时候有注意了 没有 对吧 怎么这个时候 加入一个注意 对吧 来说呢 是因为这个原因 是吧 把注意加进来 这个来 先说一下 是因为这个原因 首先是介绍这个注意的概念 那么我们先看一下 注意是心理活动 对一定对象的指向于集中 这个概念里面 实际上是有四个要点的 我们这节目 我们先 讲到这个地方 哪四个要点 我们课间思考一下 我们下节目继续 我们下节目继续